录片才会导致很多的大陆观光客不到高雄 但是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块市场 旅游业者实在不能放弃 除了要求市政府想办法之外 他们下个星期也会主动前往中国浙江 行销南台湾的观光特色 希望把游客找回来 高雄知名景点左营年之谈 已经有一段时间看不到观光客人挤人的情景 只有零星的中国观光团来看观 昨天住哪 昨天住在高雄 气候比较热 刚刚买顶帽子 南部天气炎热 冷饮店最受欢迎 至于其他的店家几乎是一整天担无人 前面有停车场 其实如果我们以前最鼎盛的时候是 那边大部分都是游览车的状态 都没有小客车 接连受到全球不景气新流感 还有巴巴风灾的影响 国际观光客大减 高雄市还因为市长成局 邀请达赖喇妈来台 以及电影节播放热比亚纪录片 被中国抵制 参访团根本不在高雄过夜 损失更惨重 不过旅游业者不想放弃中国市场 结合高雄县和屏东县 打算21号要前往中国浙江 行销南台湾 我们现在就推南台湾的旅游 你可以高进高出 你来五天就可以 不一定要八天 不一定要这样像跑得比马类 骑得比鸡爪那种模式 我们可以用很深度的旅游 由于高雄市政府 补助在高雄市过夜的旅客 免费游高雄港和参观寿山动物园 行销团要以更低廉的价格找回路客 不过也有业者认为 光是补助还不够 所以我们必须要制造一个自己 让外国人想到来到南部的话 就想说我一定要到高雄一趟 这个才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中国人口多 没有人愿意放弃这块大饼 不过这次被抵制的经验 也让业者意识到 应该将经营重点从中国团 分散到日本团和欧美团 扩大客源 高雄市的观光才能有序经营 记者宗藩陈显坤高雄报道